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我们继续今天的比赛分析 第一场是日本对土耳其 日本可以说是意味着 日本足球的 时代到来的感觉啊 日本在全世界来讲 现在足球的地位是 非常高的 其实整个亚洲来说 日本也是很厉害的 还有韩国也是蛮厉害的 因为很多的日本名将的都在五大联赛里面踢球 所以 带动了整个日本的足球啊 往上走的感觉 上一场一干是在客场直接取胜的德国呢 把 主教练踢下课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分界线 在现在这个时期呢 是可以意味着日本足球啊 有崛起的感觉了 就是 我说的崛起是指 能够 快接近世界顶级的那种 一流水平啊 或者说是一流跟二流之间的水平 是非常厉害 甚至你说一流也 不不为过 因为 一流 德国就是一流强队啊 他能够一干是战胜德国 对吧 刷新了整个的头条 榜面 所以 日本呢 对土耳其这场比赛的话 而且在 日本的主场 我觉得 顺着这个 脉络的 而且是 友谊赛 国际友谊赛 我觉得日本人呢 是比较好面子的啊 这一场在主场呢 还是能赢下来的 一干零 一干一 跟二干一 就 但是我不觉得会 像上一次打 德国那样子打穿他 因为土耳其他这个球队的防守 或者是进攻 也是 非常枉强 他会比较拼一点点 可能德国呢 是 出问题了 各方面都出问题了 好不好 土耳其不会学他了 所以我今天 出来的建议就是一干零 一干一 跟二干一 第二场是 罗马尼亚对 科索沃 那么这一场呢 我觉得双方也是 五十五十的感觉啊 科索沃 最近的表现也是比较出众啊 双方给出的建议数是 一干一 二干一 跟一干二 第三场是 瑞士对安道尔 安道尔呢 可以说是于南的 我觉得是取分的 给人取分的这种球队 所以瑞士在主场 对战安道尔 取胜应该不是问题 一干零 二干零 跟二干一的成绩 第四场是以色列对白俄罗斯 那么这一场其实 白俄罗斯 在本身来讲的话应该是 有机会战胜以色列的 但是现在最近的表现来看的话 我觉得 今天我是比较 支持主场的以色列 以色列 一干零 一干一跟二干一的 比分呢 来 对战这个 白俄罗斯 我是这样看的 好不好 好 接下来还有 两场啊 最后两场比赛 那么 其他的 比赛呢 我们就会 在 明天再跟大家去分析 今天就最后两场 好不好 马尔他对北马齐队 那么这两组呢 这两个球队呢 也是会吃的比较紧一点点 双方呢 我是稍微看小一些 一干零 一干一跟 零干一的年龄 最后一场是 瑞典对 奥地利 我觉得 双方呢 都会获得进球啊 一干一 二干一跟 二干二 好 接下来我们 下个星期开始 接下来我们正式 推行我们的会员制度 在下个影片就是明天我会跟大家 来 详细说一些细节以及 我们的客服啊怎么样去跟大家对接这一块 好不好 谢谢大家